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我本来在玩一个美丽的跑酷 你们看这渐变色 从蓝到绿再到黄 哇 真的好美啊 所以正当我玩得起劲的时候 我又找了一个坐过山车过去的 渐变色跑酷 结果 我坐完过山车之后 突然发现 咦 我怎么动不了了 帽子还长高了 怎么回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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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起来了 怎么回事 我已经下了车了呀 无论我怎么拼命的扭动 我就是下不来 只能熬着腿一直这样 悬在空中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纷纷看起了热闹 要不我试试传送卷轴 传送卷轴也点不动啊 坐着是不是卡掉了 那么看来我还有机会 等房间稍微不那么卡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用了 37个卷轴 结果没一点用 卷轴还在用着 但是我却坐着不动 有小伙伴以为 我用卷轴离开了 他也离开了 可是还有一个小花朵 就一直围着我跳舞 我问他干嘛呢 他说要气死我 还跳了这么久 你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吗 我连哭都哭不了 你们说等我出去了 我该怎么受试他 哈哈哈哈哈 啊啊啊啊啊啊 感谢观看